各位朋友大家好 假日不知道哪耍廢放空五指山的深窑 是不错的选项 深窑位于新竹北埔 开车大目标为五指山风景区方向 这是一间位于森林旁的摇烤披萨专卖店 文清风的装潢设计 让人感觉质感又温馨 店家有贴心准备金线脸 只要你带有保温瓶来 就能免费装好喝的金线脸咯 如果没有带保温瓶 也能购买只杯20元无限畅饮 这假日来深窑吃披萨野餐的人 非常的多 建议抵达时可以先排队点餐 和找座位 深窑主打现做手工披萨 这提供多样化的口味选择 每种披萨十寸约一到二人份 餐厅为半开放式的空间 深窑除了后方森林野餐区 本身也有室内座位区哦 这里大量使用木造家具 营造出文清质感与像加班的温暖 这里因为是开放式 所以会有蚊子 防蚊措施可一点不能马虎哦 餐厅前方提供停车位 但车位有限 如果停满的话 可以将车子停放在于皇宫那边 再步行前往 山窑是三兄妹合开的摇烤披萨店 位于幽静的山林旁 也是三兄妹小时候的成长地方 曾经是热门景点 但未经妥善规划而渐渐没落 于是三兄妹决定返向整顿打造舒适的空间 户外区在山林间除了有几张木桌椅 店家也设有木棧板 若需要野餐店的朋友也可以免费借用 押金是两百元 山窑的野餐区域整理和规划的不错 而且舒适 环境上也很干净 看来很用心的在经营哦 哇 好温温的野餐场景 这里是店家布置给客人拍照的小场景 拍几照来相当的好看哦 就先来拍几张试试看 山窑窑口必杀现点现做 人潮多需要耐心等候 若有点饮料的部分 服务人员会先提供哦 我们点完餐 拿了饮料找个座位坐下 在柜台点完餐之后 店家会给震动取餐器 等餐点好了 震动器叫了 再到柜台自行取餐哦 生窑手作窑烤披萨 它属于一式薄饼 面皮都是店家手揉手感自称的哦 在菜单上口味有详细的介绍 还有兵分的插花哦 除了手工窑烤披萨也有咖啡和饮料 整体价格落在20元到350元之间 不额外收取服务费 如果你有携带环保杯的话 现场也提供金线莲特条 可以免费餐饮哦 好吃吗 薄皮辣椒一点点微辣 味道还不错哦 饼皮虽薄吃起来却带有Q劲 而面皮外圈吃起来口感就是有点酥脆 户外有餐桌椅 砂石区木棧板 早点来可以选到好位置哦 树林野餐座位区非常的热闹 探索在森林园区里 让人觉得格外的放松 步行森林步道 可通往仙洞步道与屋子山 树林幽静为美 不时还能听到虫米鸟叫 往上面走还有仙洞步道指标 大家可以走走哟 有些朋友一早上山来玩乐 午后再到生瑶野餐 我们来 runs aloud 五指山风景优美 又有多条登山步道 像是归岩步道 活动步道 横向步道 以及仙洞步道等 仙洞步道算是最短 也是最好走的一条 仙洞步道 这里的一夜时间 星期三到星期五 到下午五点半 星期六日到晚上六点半 宫休日是星期一星期二 贴心提醒大家 戴防纹衣 戴小外套 要来生瑶旅游的朋友 最好在星期三 就先打电话来预订披萨哦 只可以先预订披萨 但不能预订座位 座位是先到先选的哦 在这里巧遇到同学 替他的毛小孩庆生 这地方真的是老少嫌疑 连宠物都很适合来哦 圣瑶是一间披萨专卖店 有室内户外用餐区 户外区采野餐席地而坐 无低消不收取服务费 没有用餐时间限制哦 户外可以吸取 与临终的芬多金 与享受森林浴 又可以亲友闲话家常 拉近鼻子的距离 很是悠闲的一处景点哦 今天生瑶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希望各位会喜欢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帮我按赞及分享哦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